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主题 所以请各位到你的 把画面切换到你的XMINE上面 我教的不会很复杂 因为我也只有用到几项功能而已 我想还没有用过的老师 我们先练习一下简单的工具 那在XMINE的画面里面 你直接新增一个主题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的新建档案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的选项 那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最左上方这个最原始的新制图 那其他的呢 就是有机会 你再试试看就好 然后它的这个版面 其实也是之后可以调整 所以我都习惯先用最左上角这一个 好 那你建完一个新制图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空白画面 然后中间是你的主题 所以我们通常点两下 就可以把你要设定的主题 写在上面 那所以你把它打进去之后 这个主题就会放在中间 那怎么样增加节点 你直接选到你的上一层 比如说我现在是第一层 那我如果要增加下一层 比如说我今天在讲那个新制图的网站 那我跟讲了说工具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叫Xmine 那你要去记录它的时候 那你就直接在这里直接按 Insert 就是那个按钮 就是那个按钮 insert 插入那个按钮 那当你按了插入之后 它就会多了一个止节点 多了一个止节点 那这个就是关键字 里面打的就是关键字 所以你就可以把Xmine打进去 所以它的用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听到什么是重点 我就直接在这里按Insert 所以你在当你点这里的时候 它按了它会在下一层新增一个止节点 那如果你要在同一层 这个叫第一层 第一层要增加新的节点 你也可以在这边按Enter 按Enter 它是在同一层增加止节点 好 那所以其实这里呢 我们就会跟小朋友讲 就是如果你在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可以打开电脑 Chromebook或者是电脑 或者是手机也有APP版本 那通常我们在记 或者他用那个笔记本在记笔记的时候 上课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是听讲跟理解这件事 绝对不是记笔记 那可是以前老师都会表扬那个笔记记得很漂亮 写得很复杂很多颜色 对不对 各位那种笔记是观摩用的 它没有办法促进你的学习 那真正的笔记呢 应该是怎么样 记关键字 就是你上课的时候很认真的听老师讲解 然后把那个关键字记起来 好就是比如说我讲到怎么去做记忆 那你就把把那个记忆的部分 就把它直接key在这边 好那我可能等一下会讲到一个想象 就把想象key在这边 如果放错位置呢 直接拉着 好放在这里 他就可以移动位置 好所以你可以就直接随时增加 好随时增加 好随时增加 然后呢 那你觉得位置不对了 就直接拉着过去 好直接拉着过去 就可以接就可以改位置放 好这是使用Xmine最简单最简单的用法 最基本的用法 好所以你必须要会增加节点跟移动节点 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点练习 好所以这个是Xmine的基础的用法 那各位不晓得有没有问题 在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部分 因为各位应该都资讯能力应该都还还不错了 那这也没有很复杂的功能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比较快的跳过去 好 那所以这个是使用Xmine的时候 最基础的使用的方式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各位麻烦你到 把你的浏览器打开 我顺便先讲一下 以往那个老师在学新制图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语文领域的老师 他很喜欢让小朋友去画这样子的新制图 好那这个东西也不错 也不错 但是对我今天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比较重效率效能的老师 那当然中年级呢 他有一些图案 然后有一些 关键字 或者一些绘画的东西放在里面 这是让他们比较有兴趣的一个做法 那是很不错的做法 然后呢 可是当你在身上高年级 或者是说你这个已经会了之后 那你要自己把它拿来当做一个随身的工具 随时想到拿出来用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会对你有一点复杂 因为我们说实在的 我们在使用一个工具的时候 如果这个工具简单到 让你可以随时拿起来用 那才会变成你的工具 好 那可是如果这个工具很复杂 那复杂到 你要注意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 这个线呢 一定要夺弯曲 一定要接到哪里 然后那个幅度一定要怎样 然后每一支的颜色一定要怎么不一样 或者是一定要只能向上弯 如果那个讲究的点太多 他就永远不会变成你常用的工具 所以我会 所以我把我的新制图叫做实战新制图 不是这种商业型的新制图 那我也奉劝各位在使用新制图的时候 不要去太在意 他的这些小规定 不要太在意这些小规定 那所以我这边其实有跟各位说一下 在我简介的地方呢 这个等一下我会再做说明 那我们就先来做 反正各位就不要太care 那个商业的商业新制图的操作手法 那就是单纯的记重点 记关键字或者记关键词 那如果那个内容你还不是很熟悉 你要记关键句那也都OK 所以用久了就会是你的 你不用太去care他一定要长成什么样 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 好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练习上面 那请各位呢 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小的练习 请各位去搜寻一下 呃 心理学常用着 心理学常见的18种常见效应 然后你会找到一篇文章 你会找到这一篇文章 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内容农场出的文章 好各位看稍微看一下 请各位先找一下 如果找不到的话 再说 好请各位找一下 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呢 怎么样去自学 怎么样去自学 所以你用任何 不管你是上网 Google找一些新的知识 或是说 你去书局翻阅书籍 或是说你去听 Podcast 或者是听 那个YouTube上面的一些人家的心得分享 那你在看这些大量的知识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产生你的新制图 我们先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 那包括你把你如果要打开课本也可以 打开课本 国语课本 自然课本 社会课本都可以 请各位找一下这个网站 好 找到之后呢 麻烦各位 我们利用最短的时间 你稍微阅读一下 然后呢 把你的 那个空白的心制图 摆在旁边 你可以开一个新的 这时候如果你有双荧幕 就会 就会非常方便 不管是在MIT的操作 或者是 这个个人学习上面 那我的习惯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会开双视窗 或者你双荧幕的话 就直接开双荧幕 然后呢 直接开一个新的 那你的主题呢 假设我们今天要学 简单的教育心理学 简单的心理学 那我说 所以我中间呢 我就会把主题放在中间 好 然后 这种文章还比较好 它不是很杂乱的 所以它一定会有个标题 好 第一个 可能你学想知道是蝴蝶效应 那你就把蝴蝶效应 直接 Ctrl-C Ctrl-V 点这里的时候 按Ctrl-V 它就会直接贴出来 那变成一个止节点 好 然后请你稍微看一下 这一个 什么蝴蝶效应的内容 你稍微理解一下 理解之后呢 把你的重点用一句话 一句话直接key在这边 好 所以当你去 理解完这一个文本的内容之后 你对蝴蝶效应的了解 你用一句话把它key在这边 好 那当然能够越精简 代表你对这一 你对这一个文本的内容 越了解 那如果你在 还刚开始第一次读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你可以多记几个字 或者整句 或者两三句 其实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这是代表你对这个蝴蝶效应的理解 那我们不要做全部 我们做前面十个就好 我们练习的时候 各位先做三个就好 做三个就好 好 我们给各位 五分钟 应该够吧 我们开始计时一下 那那个练习的老师就 就一边练习 然后顺便喝口水 上个厕所休息一下 五分钟开始计时 你把你阅读到的内容 阅读到的内容 跟那个标题 你把它key在你的 空白的新制图上面 我给大家订阅一下 我给大家看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画 用你自己的话去改 你不用一定照着里面的内容 好 那如果有问题 老师可以在那个讯息列上面输入 或者是直接举手开麦克风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有一半的老师还没用过新制图 那所以我们还是稍微给一下这样的练习 那我们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呢 会大量分享那个各种不同类型的应用 今天就是会有一些小练习 让各位熟悉新制图这个工具的使用 那新制图这个工具 除了电脑有单机版的 他也有那个浏览器版本 所以他可以跨平台使用 可以跨载具 跨载具 所以你用iPad用 用这个Android的手机平板都可以使用 那也有App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用纸本 等一下我也会跟各位讲一下纸本怎么怎么操作 然后等一下也也会有一个 就是远距互动的一个练习也是新制图的原理 还有云端也可以共做 这个等一下都会给各位练习到 所以今天主要是让各位体验一下这个工具怎么使用 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小的 新制图的阅读学习的摘要练习 跟一个记忆 背诵记忆的一个小练习 社会常见理论十种 请你开未分类这一个 未分类这一个 直接把它打开在你的新制图 所以刚刚你还没有练习完的 就不管了 就请你使用我的 这个底稿来做练习 好那当我们去 好各位先开一下 那当我们去在 其实新制图它是一个很棒的自学的工具 就是能够增加你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工具 那所以当我们遇到那种想要去了解的新的知识 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 那可能现在翻转教育很热 可是你又不知道什么叫翻转教育 那你就可以用翻转教育这个关键字去Google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文章 你就可以像这样把它摘录起来 那摘录之后呢 其实你看了几篇文章做摘录之后 你就会有自己的想法 对那个翻转教育也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认识 那所以这是一个快速学习的方法 好那我就刚 我把刚刚那个网页里面的前十种社会常见理论 我简单的做了摘要在这个示范的档案里面 好那所以各位刚刚应该也稍微有阅读过 那我们稍微讲解一下 我接下来要讲解的部分就是 你的阅读的理解跟摘要 跟把它变成这个新制图摘要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呢 是我们运算思维里面一个叫做抽象化的一个能力 抽象化的能力 那他也是在海量的知识里面 你去海底捞针的时候 海量的知识里面捞的时候 你会捞到一些重点 你把这个重点呢 把它捞在你这一张新制图里面 然后把它组织在上面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羊群效应 各位应该都已经对他有点理解了 羊群效应呢 就是那个领头羊的那个故事 所以当有一件事情 大家群龙无首的时候 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喊 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喊说 跟我走这样做 好那这时候呢 大家就会跟着做 这个叫羊群 羊群效应 那他也是那个 民进党 常常在炒风向的那个方法 社会运动的一种方法 羊群效应 那蝴蝶效应呢 他是就是一个一只蝴蝶拍动翅膀 然后可能在哪里引起一场龙卷风 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大 但是他的重点是说 刚开始的小事 你如果不去理他 最后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巨大的事情 好那 青蛙现象呢 是说 煮青蛙的过程 所以如果一开始呢 一开始变化的时候 你不去注意他 那可能到那个 已经温度到100度C的时候 你想要逃 你就没力了 来不及了 他是讲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鳄鱼法则是说 当你被鳄鱼咬住脚的时候 如果你越挣扎 越挣扎 那他就会咬得越紧 好那所以你唯一的方法就是牺牲那一只脚 好 好 鲸鱼效应是 沙丁鱼在运输的过程中存活率低 那所以你里面放一条鲸鱼 鲸鱼是沙丁鱼的天敌 那所以那个鲸鱼在动的时候 那个沙丁鱼就很紧张 一直到处动 然后有运动 就会增加他运输过程中的存活率 那所以呢 像我们 那个 像我们这种老师 如果被借掉到教育处去 那些公务员 就会被我们搅动 然后他们就会效率好一点 好 我都随便乱比喻了 好 那刺蜚法则就是 两只刺蜚 如果在冬天很冷的时候 他们想要相互依偎 那因为都有长刺 所以太靠近会 会刺到 然后太远呢 又 又不够温暖 所以他们会找到彼此最合适的距离 那手表定律是 如果 只有一只手表 大家看着这个时间 就 就 呃 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有三个人 在一起 有三只手表 那三只手表的 可能都会有一点误差 差个几分 差个几秒 那所以你就会不知道 现在到底是几点几分 好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破窗效应是说 如果有一个窗户被打破了 然后你不去 适时的修补它 那不久这个地方 其他的窗户也会被打破 那二八法则 就是八十二十法则 就是重要的通常会是那百分之二十 那不重要通常会是百分之八十的部分 那木桶理论呢 就是 呃 你要做成那个木桶会有很多片木板 那木桶能够装水的量 其实取决于最短的那一片木板 好 那这是一些常见的一些社会理论 那各位在经过你的了解之后 你把它摘要成这样的一个新制图 好 摘要成这样一个新制图 好 那现在